四件新买的早秋针织衫来了 虽然现在天气依然很热 可是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给你们分享一波了 全部都是那种上身巨好看 巨显温柔的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展示 第一件就是一个温温柔柔的奶白色针织衫 这件就是比较偏气质款一些的 版型是稍微偏修身一点的 像它的腰身啊 以及手臂的地方都是做了弧线设计的 就会把整个上半身包裹的特别紧 特别特别的鲜瘦 而且它的面料不是很实的那种 反而是这种全部都做的漏空编织的 而且它整体还是比较偏轻薄一点 透气一些的 像这个季节拿来当你们的一些空调衫 加冷加热都是没问题的 颜色也是这种比较偏米白色一点的 所以它看起来就很奶 还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小娃娃领 看上去就很简令 黑色贝壳花围的小边边啊 啥子都还蛮好看的 显得没有那么单调 这一脚真的就是白搭之王 搭配你们的一些油仔裤啊 小短裙啥都OK 第二件就是我上次给你们开箱的时候 已经露出过一次的 就是这个 有点偏学院风的真纸衫 终于到可以穿它的季节了 真的可急死我了 这一脚真的就是 不管是从它的面料啊 或者是版型 以及它的配色 就是那种很经典很经典的 美式复古学院风 而且这件是含羊毛的 所以说它整体摸起来 真的就是所有这几件里面 我觉得是最柔软 最好软的 米白色配上它这个暗红色条纹 再加上这种比较复古一点的金扣 就显得超级有质感的 像这种学院风的 如果你们怕不好搭的话 就去买这种大片大片的白色 再加上像我这种暗红色 或者是墨绿色深蓝色的小边边 这一类型的学院风真的很好穿衣 必须搞一件 接下一个就是这个粉色的 也是这种巨巨巨线温柔的 这件的版型就是会更加宽松一些 所以它对身材的包容性就很强 比如说你胳膊上长了一点小肉肉啥的 都给你遮得七七八八了 而且这件它是一个短袖嘛 所以说就很适合现在这种夏秋交际的时候 不管是你单穿啊 或者是当一个内大都是很OK的 管你这个颜色真的好戳我心啊 又有点像那种雾霾粉色 但是它又带了点龙虾粉那种提亮效果 真的会衬得人超级温柔 超级可爱 也不调肤色的黄皮白皮都能穿 最后这件就是一个非常偏法式的墨绿色针织衫了 这件会比前面那几件都会更厚实一些 面料也会更厚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更适合9月中夏秋 到了正秋以后再穿的 衣服上也有很多这种麻花设计 包括它领边的位置 也是有很多这种纽结麻花的细节感满满 主要是它这个墨绿色真的超级正 而且是有一点点带那种苔衔绿的 就不会像有的绿啊 一些橄榄皮穿着就显得很黄很没有气色 你直接这样一比 是不是就觉得整个人超级白 里面配一些好看一点的法式小衬衣啊之类的 都可以直接上班约会一条龙服务了 好啦 今天给你们分享这次件有没有重草哪件呢 还有其他好看的秋装 记得返向安利给我哦 爱你们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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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